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他不是作秀 央视力挺王一博,直言闭嘴也是一种善良 河南爆发洪涝灾害 身为河南籍艺人的王一博第一时间捐款捐物 并推掉所有工作奔赴抗洪救灾的第一线 深入重灾区,为家乡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然而就是这放在任何一个普通河南小伙身上都会被无尽夸赞的罪证能量的奔赴 却因为他是王一博,因为他身上巨大的明星光环 而被恶意解读甚至是造谣抹黑 从河南走出来的大明星,冒着风雨回家了有多让人动容 这些天坡在他身上的脏水比他在灾区摊过的水都要脏就有多让人寒心 王一博持缘河南一次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不是对他正能量的点赞 而却是将他的满腔热忱一次次无情践踏 黑子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引导舆论 某些组织趁机蹭热度,模棱两可的发文激化舆论 有些新闻媒体也全然不顾当地群众的真实声音 不去验证就转发点评引爆舆论 就这样,一次义无反顾的奔赴被打上了作秀的标签 王一博也陷入了被嘲讽和质疑的漩涡中 但人在坐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 黑暗之后的阳光才更加耀眼 即使被全世界踩在脚下 他也总有108种办法从地上站起 因为真金不怕火炼 真正的挺拔必将无惧任何风雨 近日,央视网易篇长文报道 就还原了王一博驰援河南的真实境况 官方定性,点名称赞 文艺工作者王一博在家乡当起了搬运工 王一博主动请站 态度异常坚决 我会游泳,很专业 我可以下水 团队里有一个不喜欢说话 但毫不犹豫下水拉船的小伙子 作为文艺界的顶流 王一博在救援中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 因为担心被人认出影响救援 他在酷暑之下全程戴着口罩和帽子 有时候不得不跟人打交道 王一博就去找老人和孩子 因为这些人基本不认识他 这些来自有着多年消防工作经验 又与王一博增一起并肩前行 真听真看真感受过的志愿者战友们的点赞和认可 最终汇聚成了最智的有声的一句他没有作秀 这也在一次狠狠地验证了 唯有真正见证过才最具有话语权 就像央视电影频道报道时说的那样 在灾难面前 有钱的人出钱 有力的人出力 都是很善良的举动 就算什么也出步了 闭嘴也是一种善良 最后想说 如果不是官方发文 如果不是志愿者战友的真实还原 即便是被一直误解和诋毁 相信王一博都不会出来为自己辩解依据 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就是他发自内心觉得是应该做的 而且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踏踏实实做事 无愧无心就够了 但越是这样 越不应该被辜负 所以希望所有的媒体 即便不是大肆的宣扬点赞 但也请保证报道的真实性 真正的大爱和善意不该被过分解读 更不应该被曲解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